今天讲一讲 微信 wechat 被谁监控 一直以来 我跟我们的这个 国内的 哥们亲友 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微信聊天 微信聊天 以前是电话卡 现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现在这个微信太方便了 不仅可以这个 不仅可以这个视频 不仅可以音频 还可以视频通话 我这兄弟说 短时间您这胡子长得不错 空气好 新鲜的自由的空气 什么都好 shiny 一直以来 那边就反映了 说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什么现象呢 就是说通话的时候 他那边听见有一个挂断的声音 就是这个微信 大家知道 如果你接听的时候 你说 咱今天不聊了 对方挂断的话 如果对方先挂断的话 你会听到一个咚 一声这个声音 对吧 如果我挂断的话 对方会听见一个挂断的声音 咚 就是这种声音 对吧 这个 然后呢 很多的时候呢 就是我那边的哥们就告诉我 说 你是不是把电话挂断了 我说没有啊 他说我每次 基本上 不是每次啊 就基本上大多的时候 在这个我们这个语音 在通话的时候呢 他会听见一个挂断的声音 这挂断的声音 说 哎 哥们 这个咱是不是是被一个监听了 我说有可能啊 有可能 但是呢 一直就没有一个这个 没有一个这个这个实证啊 最近啊 最近 发现了 这个一个 我发现了 这一个实证 那天晚上呢 我打嘴啊 睡着了 对方那个 打电话过来了 从那个中国那边 祖国那边打电话过来 打这个微信 我打电话 微信 找我 我没有听见 就是这个 没听见的 大家知道 会显示一个 这个call not answer 我把图片贴在上面 就看见 这call not answer 对吧 然后呢 哎 我起来一看 哎 我哥们打电话过来了 打那微信通话来了 我就起来啊 打回去啊 地方接了 通话完毕呢 我回来查看这个 就是这个微信记录 你看哎 一个非常这个奇怪的现象啊 他有两条啊 他有两条 因为他打了两次 他打了两次微信 打了两次微信 头一次我没有接 第二次也没有接 是我回来 这个这个睡醒之后啊 打回去的 但是呢 头一条啊 显示 大家看这图片啊 头一头一个显示的是 call not answer 第二个显示的是 already answered else els 然后点点点啊 我猜 我猜想呢 这个词应该是 elsewhere 我想把它恢复 这个整个的这个词啊 它没 它恢复不了 我看不见是整个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信息是什么 但是按照这个英文的猜测呢 我看是应该是 already answered already answered elsewhere 就是说在其他地方啊 被接听了啊 被接了接电话啊 所以说呢 我哥们打电话 打这个微信的时候 跟我说 哎 你是不是刚才接了 接了挂断了 我说没有啊 他当时就是打微信的时候 跟我问我这个 我说没有啊 这是我后来 再看发现啊 确实啊 这个通话 有人啊 接了接了之后啊 又挂断了 所以说呢 这个 我认为啊 我认为 如果不是这个系统出现故障的话 这是一个微信被监听的一个铁证 一个铁证 所以说呢 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是被谁监听的 是中国那边 还是美国那边 是中国那边